你從前面開始一月一月半我把它拍紀錄片 紀錄片喔 從前面 對對對 這樣 這個是畫我父親去年的十月份 去年的十月份他在馬街住院的時候 急診室 就把他畫下來 那後來就是開始在畫那幾天跟我父親的醫院的那個 就是說互動 那那個有護士在講解我父親的病情 也有我叔叔的女兒兩個來為他加油打氣 那我叔叔的小孩看到我跟我父親的互動 他們很感動 連護士也感動啊 那我父親他開口的時候都很痛苦 因為他有強烈的反彈 就是說人有病痛在抽彈時是相當痛苦的 因為抽彈就是一根細細很長的 可是他直接插入到你的肺部的時候 那個是很痛苦的 那還有就是說我父親尤其在超彈的時候 他會很掙扎 那掙扎的當下我要安撫他 我是整個全身趴在我父親的身上 我要一邊安撫他 一邊又要 對要按住他 一邊又要安撫他 一邊又要跟他講說 這個過程很快就過了 那其實我都會寫我母親跟我父親 因為父母親是我生命當中最重要的 在成長過程是 父親給我的愛跟母親給我的愛 都是非常滿的 那原先是母親的往生走了 就過程三年當中 我父親母親也照顧到 父親現在也在照顧 所以他的痛苦他的一切 就是我們兩個都有能相應 他的痛苦 阿令也幫我們去分擔我父親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是精神科 就我父親他有私能 精神上私能 所以醫生要評估 要評估 評估說他的私能的 就評估能不能有人有外勞照顧 那我父親的評估已經是算重的 老人私自是屬於四歲型的 比較屬於四歲型的 那這個是 這是護士有時候會在旁邊 聽解醫生的講解 我們都很專注 那個時候就是很多感冒 那我們都要戴著口罩 因為有時候感冒其實是說 老年人他的病痛 就是不能有任何的病菌 那會比較有危險 那我每次跟我 每次我父親人不舒服的話 我都會在他身邊 給他加油打氣 那還會有給他精神上跟心靈上 那這些是我寫一些 我對我父親的情感 還有對家人的一些情感病痛 那這個是在家裡的時候 有時候我會彈跪 就是有點稍微低著跪著 跟我父親跟他問候一下 說給他唱唱歌啊 跳跳舞啊 這個是我哥哥 因為家裡要有一個男生 真的是滿好的 尤其在父母在病痛的時候 要扛 要背的時候 背他到樓上三樓 因為我們家是公寓房子 所以 有時候真的 兒子在這個時候 說實在 不管都是情感上 兒子這個時候都用得到 講真的 因為我們女孩子真的背不動 那真的要請119的話 他們也是會來那個 可是我覺得 兒子跟父親的這種 也是一種很濃密的情感 那這個是哥哥在旁邊 我們會一起幫我 我父親餵 管罐餵食 他有餵食嘛 因為他年老了 所以在咀嚼的口味上 香化都很慢 我們都要每一步 一口都要慢慢當他那個 那這個是 這個是 2011 5月15 這個是 最近我父親住院 那他是因為肺部有點發炎 腺臟有一點衰退了 那這個是我照顧父親 在醫院的時候 就是會邊唱歌給他聽 邊唱歌給他聽 邊跟他說故事 還會邊畫他 那我父親也喜歡我畫他 因為以前我學藝術的時候 我的父母親都很支持很愛 都給我很大的鼓勵 叫我盡量去創意 尤其是我的母親跟我的父親 在這一塊都很栽培我 那這是我父親 他現在已經88歲的年老 其實在畫他的時候 沒畫一個觸動的時候 那個心都會很痛 因為他年老了 但是他有時候在睡的當下 其實就很像小孩子 你會慢慢從他年老了 慢慢你看他的容貌 已經開始由老到退 退到已經快要到baby的臉 就人的生老病死 就好像是一個循環 我父親他現在也好像就是 漸漸邁入的那個階段 那我們子女 子女能給他愛 能陪伴他 最主要就是說 讓他安心 跟放心 子女能給父母的就是 全力的愛 就是安心他 讓他在人生走的時候 安心跟全力支持 就是他睡覺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也有不舒服 如果以前沒有父母給愛的人 如果以前沒有父母給愛的人 如果我們沒有爸給阿 其實就是一個祝福的心 去愛他就好 每一個孝心都來自不同的觀點 這就是我畫 加起來 加起來其實最主要也是 父親跟母親最重要 加 這個是我 對 加起來 來來來 開張開張 哇 加起來耶 對 加很重要 所以這個熱很重要 加起來這個加很重要 加起來這個加很重要 父母跟母親一定要 愛 小彬子 我尊敬你 沒有啦 是不要這樣講嗎 對啊 很簡單耶 很棒嗎 沒有沒有 但是我也很佩服我自己 拍著你 好啊 謝謝 當然謝謝 謝謝